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冷战情室 我是宁远山 阿足团发布了第一部巴克木特的战斗纪录片系列 阿加纳人真是走进了乌克兰强大的炮火中 而且确实是在巴克木特战区 一日之间 乌克兰人必须击20多场阿加纳进攻 每个都是不到20人的小分队 一日下来参与的400多名俄方士兵中 真亡和受伤的合起来能有超过一半 昨日我们报道了第十山地突击类的一个小分队 在清理俄军阵地带走的近10名俘虏 那是10月初的巴克木特 这种罕见的步兵作战镜头 至少能表现出乌军小分队 采用了正确的战术 非常熟练 看来不像是第一次清除俄军的防御攻势 这个阿加纳阵地被乌军第54机械化裂的士兵占领 在视频中能数出6名俄罗斯人被消灭 但消息人士称伤亡人数高达60人 俄军阵地带白天能被乌克兰的步兵偷襲 还清理了 那俄军真是太无能力了 从双方的多个来源 都能反复听到和独岛俄罗斯前线的士兵 经常被指挥部抛弃 看到这段视频似乎是所言不去 前线士兵没有人管 反而是乌军採用了经典的防御战 在巴克穆特 乌克兰基本是一个年 管前线3公里 几十米配一名士兵 执行观察和监控任务 有时间就发射无人机 挂载炸弹 出去搜索目标 如果配上热仗而 发现俄军士兵就更容易了 这个意味着俄罗斯人在巴克穆特 大量死去 除此之外 乌克兰还采用欺骗战术 伏击俄军小分队后 利用俄军的无线电通讯系统呼叫俄军增援 然后部署机枪火力 将过来增援的俄军小分队都消灭了 乌克兰人还利用这个办法 又杀过一架步兵战车 一下子8至12名俄军士兵就没命了 在前线的乌军士兵看到俄军冲上来 就会将坐标发给隐蔽在二线 或者是在两翼隐蔽的逼击炮陣地 而且逼击炮是从上往下落弹 俄军躲在战壕都会被消灭 在圣诞节期间 网上流出了大量步兵密集死亡的图片 几乎可以肯定 这是未经训练的部队走进了炮火中 后来周一 阿速营出了视频 从中再次证实 阿格纳人真的走进了乌克兰强大的炮火中 而且确实是在巴克穆特战区 在过去一周左右的时间内 有几条信息线会集在一起 所有这些信息 导致向乌军获胜 阿格纳失败 因为俄方已经没了动力 死伤被枯的士兵太多 无法组织任何重大攻势 俄罗斯电报频道已经呼吁 停止巴克穆特的阿格纳攻势 但周二 乌克兰第四作战内的一位副营长说 阿格纳正在巴克穆特增加步兵数量 一批无期途刑的囚犯已经冲上前线 向乌军施压 乌克兰总参表示 为了有效推进 还需要更多的升联 才能支持更分散的兵力 更畅通的通讯 以及更快的实时打击 一位名叫马罗奇的罗金斯克艺军指挥官 在电报频道上披露 乌克兰第十四基甲女的成员 实际上正在拒绝进攻 破坏指挥部发出的攻击命令 这一点没得到证实 但这都表明乌克兰总司令 乌克兰总司令 扎鲁日内将军所说的 战斗纪律在乌军中并不总存在 绝非空月来风 提到扎鲁日内将军熟悉他的人会说 总体上他有很好的阴密感 而且相当理解手下所经历的事情 十日前他在油管上发布了一段视频 呼吁扎鲁斯基总统 签署最高拉达刚刚通过的一项法案 如果该法案成为法律 将真正改变乌克兰的规则 和条例的运作方式 扎鲁日内表示 我和其他人都可以证实这一点 乌克兰下达艰难的任务 无论是在原地等死 还是在抗野上进攻 都是靠士兵自愿去做 完全是一支全自愿部队 扎鲁日内披露 乌军12月中上旬在巴克穆特 失去了阵地 就是因为这种自由自在的纪律 他认为如果乌克兰想赢得战争 就必须停止这样武道规则 据了解 乌克兰议会这项法案带来的变化包括 对开小差放弃战斗位置 不奉重命令的判处3至12年监禁 据了解 该法案从上周一 就放在扎鲁斯基的办公桌上 就看扎总何时签立 扎鲁斯基总统在9月份就开始呼吁国际社会 剥夺俄罗斯的五常国资格 但是联合国宪章却没有任何 关于罢免常任理事国的规定 但是这次机会来立 胡克兰要出手证明 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存在都是非法的 胡克兰外长指出 31年前 俄罗斯在没有适当法律依据的情况下 占据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 当时仅仅是根据俄国第一任总统叶利欣的一封信 信中宣布只有俄罗斯才是苏团的继承者 俄罗斯才继承了苏团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资格 但是就这个问题 现在胡克兰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更糟的是 俄罗斯历史学家 赤尔尼·雪夫斯基站出来确认 在1991年 俄罗斯没有经过必要的程序 来获得联合过的成员资格 这样看起来 几乎将俄罗斯驱逐出联合国这件事 问题就有点严重了 最后恐怕俄罗斯可能连联合会议员国的资格 都会受到挑战 赤尔尼·雪夫斯基介绍说 苏联有三个创始国 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 这三个国家都是苏联的继承者 但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放弃了作为苏联继承者 这样的文件能不能拿出来呢 目前还没有 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早在联合国成立之初 就是成员国 但俄罗斯却从来没有作为俄罗斯联帮 加入过联合国 在1991年俄联帮成立的时候 他都没有履行这样的法律手组 赤尔尼·雪夫斯基表示 紧紧叶利欣的一封信 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就能自动获得前苏联的所有权利 都不意味着俄罗斯就能绕过相关的程序和规则 让俄罗斯这个从来没有注册为成员国的国家 在联合国安理会中取代了前苏联的位置 现在乌克兰已经启动程序 不单止要剝奪俄罗斯在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席位 还要剝奪俄罗斯在联合国的成员之隔 这个对俄联帮来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 这位历史学家说 乌克兰的论点是非常强大的 已经吸引了非常强大的国际律师的支持 他们愿意接受这件案 莫斯科的问题将在法律层面得到解决 赤尔雷·雪夫斯基表示 取代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的先例已经有了 中国大陆取代台湾就是个例子 但重要的是 这里不单止是撤销俄罗斯的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资格的问题 俄罗斯甚至没有可以被撤销的成员资格 他认为俄罗斯在联合国的存在 是否合法 足够成立一个委员会来下结论 户克兰人已经打到了普京最痛的地方 只是必须得到世界主要国家的支持 才能有机会成功 然而世界各大各都有支持 这一决定的重要理由 那就是俄罗斯发动种族灭绝式的侵略战争 这个违反了联合国宪章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多谢你的收看 希望大家订阅、点赞、转发这个频道 感谢你的支持 谢谢观众 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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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